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还在读本科时 对飞行的执念就已显露端倪 堆积成山的飞行器设计稿 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模型 各类建模和飞行器设计比赛 占据了我本科时期的大部分时光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家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即将拉开帷幕 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魅影创业团队就是这次入围的队伍之一 他们将代表陕西和西安的大学生参与到这次大赛中 全国互联网家创新创业大赛也正是那时候参加的众多比赛之一 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 这场比赛让我与飞行结下了更深的缘分 或许是因为拿到了还不错的成绩 我开始萌生了一个想法 我的大学可以不仅限于学习 当看着学校魅影太阳能无人机创新创业团队奔赴各地成就斐然时 我也对这个团队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于是2015年 我正式加入了魅影这个大家庭 我与魅影的故事就此拉开了序幕 由于魅影太阳能无人机研发周期长 对于实验阶段的我们来说 这里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试飞地点 当然也记录着太多的故事 那时候的控制系统还属于实验室研发阶段 存在一些尚未被发现的问题 有一次在着陆试飞的过程中 然后飞机队跑道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重冲着团队的一位师兄冲了过去 眼看一个一盏七米的庞然大物就要向自己飞来 这位师兄眼急手快 立刻朝着另一个方向是八腿狂奔 一个高大的男生长腿阔步地向前奔跑 后面跟着一架无人机 男生向左无人机跟着向左 男生向右无人机也跟着向右 男生向前跳了一步 飞机也跟着男生向前完成了一个跳跃 人和机器就展现出了超强的同步性 后来呢 团队分析并改良了这个问题 而这个经历在往后的日子里 也被流传出了一段 人与机器之间的浪漫佳话 山边好漂亮啊 我们的目影太阳呢 无人机采用的是一个超轻的结构设计 为了获得最大胜利的同时呢 它采用的这些设计会使得它在 就是抗风这个性能上它会偏弱 导致它在着陆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我们预想不到的这种问题 跟动物所驱逐环山做这个动物保护实验的时候 也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因为那个场地条件比较局限 而且气候环境比较恶劣 所以导致我们在这次实验过程中 也算是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吧 因为没有选到这个合适的场地 无人机在第一天试飞的时候 在着陆过程中它就与落崖相撞了 而仅有的两架飞机也就撞毁了一架 这次实验我们公共就带了两架了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有点挺低落的 这次失败对大家的打击也很大 移动时间时大家都陷入了空窝 然而逃避终归不是办法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只有证实这个问题 我们最后才能解决它 于是第二天我们再次起飞 飞机在着陆的过程中 因为它的抗测风能力没有那么强 而这次的测风也挺大的 导致无人机着陆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困难 无人机复飞了二十多架次 最后成功着陆 但是在这次着陆过程中 还是发现了跟上次有相似的问题 好在说飞机受到的损伤比较小 连夜修好了飞机 第三天大家对飞机所出现问题的地方 进行了纯新的定位 有了前两天的经验 这一次大家每个人都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这次的飞行结果很顺利 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 但也是在这一次次的失败过程中 才最终将大家的技术揣打成型 羌堂是许多穿越者和旅行者 极其向往的地方 夏天这里游客众多 而到了冬季由于海拔 气候高原反应的缘故 往往人机寒至 而藏林阳会在这个季节 进行大规模的迁徙 并且还会集中举办婚礼 这是对他的数量和分布 进行监测的绝佳时机 这一次团队与动物保护所一同赴羌堂 共同开展动物保护活动 有一次试飞的时候 飞机飞行的高度比预定的高了300米 就是风特别大 那会儿已经是下午了 然后那个风得有8级 然后飞机就被那个风吹的直接失控了 然后越飞越远 就最后没有办法 我和同伴就只能开着车去追那个飞机 其实在无人区里面开着车去找飞机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里边就是特别的空旷 然后人进去以后手机都没有信号 一不小心人可能在里面就走失了 最后就是出于对我们安全的担心 然后老师就派那个地面站周围所有的车全体出动去找无人机 还有去找无人机的我们 等最后那个我们找到那个无人机的时候 就是已经摔的已经粉碎了 最后我们只能从那个一堆残渣里面找出还能用的设备 还有取下那个飞行数据 我特别难忘的一个场景就是 当我们安全回到那个地面站的时候 老师抱着我们就开始哭 就是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师抱 就是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师抱 如今魅影已经有了全意识超长续航太阳能无人机 仿生太阳能无人机 和首抛式太阳能无人机三大机型 它们在通讯覆盖 地面侦察 边境巡逻 森林防火 电力巡线 动物保护 远程救援等方面 能够提供充足的技术保障 并具有续航、造声、绿色能源等优势 并在多个领域达到了国家先进水准 每当我站在山的顶峰 瞭望远处的无边天空 我知道这是属于魅影的地方 也是属于我的地方 而在未来 它还将飞得更高更远